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一样可以输入资料 可是问题来了 它这边应该都有防灾 所以我就 可是最后边有一个地方 按Enter 理论上应该就直接输入 我们习惯很多系统都这样 这边按Enter就直接输入 但是现在变成说你按Enter 它会跳到下一个 那为什么跳到下一个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边 它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叫什么 叫做Tap Index 这边有个叫什么 Tap Index 它的数字是7 什么叫7 你会发现到上面一定是6 这个一定是5 这个一定是4 这个一定是8 它会按照顺序跳 4 5 6 7 8 之前就有同学 本来应该这个 它跳到别的地方去 跳到别的地方去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按照顺序 所以如果你没有按照顺序的话 怎么做 很简单嘛 你就把这个假设4 下一个你就把这个改成5 下一个就变6 7 8 OK 意思就是说你按Enter 它帮你改成按Tap 把Enter 把Enter变成Tap 所以你会发现执行的时候 你Enter的时候 它其实就等同你按Tap键 有没有 其实这个时候你按Tap键也会跳 有没有 跳 OK 再来的话 我要怎么样 可以让它输入之后 最后这个不要变成Tap键 就直接按Enter 不要跳 直接就帮我 如果它是按Enter状态 在这个Tap键里面 那我就把这个按Enter的动作 转换成按按钮的动作 它怎么做 其实是有点难度 因为这有同学问过 那这个你看Google网路上找不到答案 后来我就想说怎么办 那就根据我的经验 那我用推敲的给各位 第一个的话 因为它这个有支援所谓的事件驱动 意思是说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在这个图子按Enter 那我要怎么知道它是按下Enter 所以你把它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的话 Tap键里面4 这个物件 它被怎么样呢 特别之后 我们刚刚的 它事件是在Change 不过实际上应该不是Change 应该是我按下某个按键 所以按键是Key Key被按下去了 按下去应该是什么 Key Down 对这个 就是发生了Key 按下去 就是Key Down这个事件 好 那特别主要 所以这边有个Change 有没有 这两行呢 你可以把它删掉 因为它自动产生的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Key Down 这个里面有哪些叙述 还有它会传递给你哪些叙述 给你做判断 那你可以看到后面有很多叙述 后面的话 ByVal就是ByValue 就是意思说 当你按下按键的时候 它会顺便告诉你一些讯息 什么讯息呢 就是说它会告诉你一道Key Code Key Code Key Code 其实主要是这个 Key Code就是说你按下的按键是哪一个 其中的话 Enter键就是内码 这个Key Code内码的位置 刚好Enter是13 你可以查那个AsKey Code内码表就有了 那13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做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判断 如果if 所以if什么 那它用什么Key Code告诉你 所以你可以拿这个Key Code这个参数 如果这个Key Code 等于13的话 等于13 那表示它按Enter 然后呢 Then Enter两下 Enter if 有一点做个闸门 就是说 除了Enter以外 其他就跳过去 不要管 只有Enter键 我要加以特别管理 那怎么管理 所以第一个 我们找到了Enter的时候 第二个的话 那就比如怎么样 帮我做什么事呢 如果它按Enter 那就等同是 按下这个按键 这个按键 叫做Command button1 底线Click 有没有 其实这个Sub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它复制 Sub后面这一串 然后用Key Code的方法 所以我就说 如果当你是按下13 就是Enter的时候 那我就Call Call什么呢 Command button1 底线Click 意思是说呢 你就帮我执行新增的这个动作 哎 这样就OK了 那可以懂我的逻辑吧 所以其实程式不多 就是主要是这个Key Code 等于13 一定记得事件是Key Down 当按一下按键的时候 判断说它按的按键是不是13 如果是13 那就帮我呼叫 新增的这个按钮动作 OK好 那做完了 当然我不确定 因为我现在支配按中断点 意思是停在这里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符合我要的 那接下来执行给各位看哦 好 接下来一样照刚刚的动作 再做一遍 然后到这里的时候呢 哎 输入 我现在是输入一个数字7 7的Key Code就是103 是不是13 不是 所以它就跳过了 OK 没事 所以再来哦 我再输入 所以这边的话 这边会卡住7 因为它要跳 先让它跑过了 先让它全部跑 7 4 好 那等到我按Enter的话 这个Key Code是13 有没有 所以Enter一下 它就呼叫 所以我不用再按它了 Enter 就OK了 应该可以 懂我的那个逻辑吧 而且程式不多 就写在哪 写在这里 点两下 先找到Key Down 把程式写在这里面 判断如果它是 按下Enter键的话 那就呼叫 comment button 这个Sub 就是按钮动作就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一点时间 把这边把它讲完 最后的话呢 一定要 教育里面有个保护工作表 那意思是说 你不能让它随便输入 我输入1234 再一次1234 密码不要太奇怪 这个时候就不能变更了 比如说我想要把这个成绩改100分 没办法 OK 但问题来了 你已经保护了 那如果你启用表单的话 假如说你从这边输入的话 会不会呢 也成功 其实跟各位讲 当然 当然 当然也是不行的 所以你会发现新增 它会发现什么事情 错误 为什么 你这边 你要写进去 它里面有密码 没办法 所以它写不进去 也就是这个成绩 它放不进去 那怎么样可以放进去 其实跟各位讲 非常简单 只要动态的 当然你说直接手动嘛 不是 你可以利用VBA 就可以动态的 把它的那个什么 保护取消 那怎么保护取消 特别就是 E 请各位注意 你可能要记一下 就是目前的工作表 在Active Active 就目前活动的 Sheet 工作表就Sheet S H E E T 里面的话 有一个方法 如果你要取消保护的话 保护的话叫Protect 那取消保护就什么 U M UnProtect 哪一个 对 Active 这边打错误 好 Active的Sheet UnProtect T E C T 然后后面的话刮胡 给他什么 给他你的密码 那我密码是一二三四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当然特别说 你会发现我都打小鞋 如果移开 手字要变大鞋 如果手字没变大鞋 那表示我打错字 有没有 打 像我刚刚这边打错了 其实我是故意的 没有啦 开玩笑 有时候 为什么我是要打错 因为只要没有变大鞋 那我就知道拼错啦 OK 所以有的时候写程式也有这一招啦 OK 这个也是一种 有没有 小细节嘛 如果你 所以我打字一定就打小鞋 移开变大鞋 那表示我字没打错 大概是用这种方式喔 好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把这个程式 再执行移到上面去 这个时候你可以观察这边喔 按F8好了 有没有发现 上面就保护取消了 但是喔 可能还要再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把这一行有没有 再复制一下 因为现在已经把保护取消了 可是呢 你写完之后嘛 那你一定要再把保护加回去啊 所以最后一行有没有 就把它加回去 加回去很简单 就是把什么呢 把un拿掉就好了 有没有 本来是unprotected 现在就protected回去就好了 好 这样就OK了 一样喔 首次移开会变大鞋 这个p会变大鞋 有没有 OK了 好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刚刚那个不OK 我程式可以移上去 让它取消 然后再来怎么样 再把它执行好了 有没有 这个时候的话 那就被写进去啦 那写进去完之后呢 它又protected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能不能改 还是不能改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VBA跟怎么保护这部分 是完全的match的 没有问题的 而且非常好用 这样的话 等于是金刚不坏之身的 你再也不要给我乱动东西了 等于是说 这样的做啦 我说真的啦 其实他们就没办法 也就不会出错了 不会出错呢 那就不会找你麻烦了 你不找他吗 他也不找他 反正自己就按照一定的规范就好了 我就把规则先讲好 你就照这样的做 只能启动表单 有没有 你就这样输入 那最后的话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刚刚不是有程式吗 然后VBA吗 那会不会有人很厉害 他学过VBA 打开来 然后就看懂程式 然后往下卷卷卷卷卷 看到了 Active Active Unplated 1234 你密码就在撤零嘛 对 对 不过当然这个是 除非是懂程式的人 那会不会有可能 还是有可能 万一啦 OK 那你可能要再做一些 防范他的动作 什么防范呢 保护VBA 对 保护VBA 因为现在你打开VBA 都可以看得到程式嘛 可是呢你想说 老师那如果有什么方式 可以不让他看到程式 很简单 在VBA这个Project上 按右键 会有一个叫VBAProject属性 就是这个专案的属性 里面呢你可以加一个保护 打勾这个 输入密码 密码不要太复杂 不要 这一定要记起来 你现在问我也不知道 然后呢这个时候 当然他目前是可以开 那什么时候不能开呢 其实你把它关起来 储存 接下来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再去开那个 刚刚那个那个档案 那个档案放在我的范例档案里面 这个范例 ok 这一起 那这把它再打开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会发现呢 他刚刚的那个VBA 我们一样点进去 那他就出现那个 请输入就是密码 如果没有输入正确密码 有没有这个一定会展开 然后呢开发人员 点击这个哦 有没有发现 之前是展开的 现在呢 点下去密码 随便输入 密码正确 ok 所以呢一定要正确密码 这样再打开 模组有没有在这里 表单在这里 其他的东西都在这里 ok 好那画面再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最后呢 就把那个保护 跟取消保护加上去 这样的话呢 这个资料呢 当然我觉得应该 基本上就稳定了 这些应该就够用的 ok 那如果将来你还想要再加更多东西 其实还是 其实还可以再加上去 那这样写下来的话 其实这个系统 应该会越来越可靠 越来越完整 ok 试试看这个部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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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